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題是夢幻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好 我們今天的影片又是蔚蘭這位玩家所提供的 他今天提供的夢幻感覺是很有趣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介紹一下 今天時候的陣容是在超接盟而不是remiss的賽制 夢幻在這一套陣容裡面放在了第二順位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他今天的對戰吧 首之選用的是騎士蝸牛 在第一場的對決中遇到的是潰甲鳥 潰甲鳥的話騎士蝸牛在吃到飛行招式是平傷的 而我們的雙背風玩打他也是平傷 但是會輸在大招 所以我們的未來玩家這時候換成夢幻上來 換成夢幻上來的時候 對方可能是因為看到超人力氣的關係 所以選擇剛細散 但殊不知夢幻其實沒有在理這屬性上的弱勢 因為夢幻的招式組合是很萬用的 暗影爪衝浪或者是風光福特在對抗的時候都非常好用 而且這個夾勒地權泥巴羽本身是地面系 在吃到衝浪的時候傷害量確實是不錯 一個衝浪逼迫了他半條 所以這個衝浪就會收下這隻夾勒地權泥巴羽了 所以不要看著右上角的屬性你就直接換角 所以會吃個大虧啊 這邊我們把他的招式擋下來以防萬一是地震 結果真的是地震啊 哇這邊想賭一波啊 我們這邊盾是開隊的啊 剩下的血量就暗影爪直接練功啊 不換得氣氧上算很好啊 對手如果再上潰加鳥 我們還是能用瘋狂不喝逼迫他的盾 潰加鳥這角色是會怕電系的 這邊就不擋了我們把盾留到後面好了 如果再盾全部都用掉會比較麻煩 而且這邊一個招式並沒有辦法直接收掉夢幻 好我們集到了第一個瘋狂福特先出來 第二個還沒好 在這邊先出招了 就收擋了 那接下來我們血量應該還有辦法再放一個瘋狂福特 不過我們還要放第二個的時候對手換角了 這邊換上巨爪怪啊 這邊切角實際切得很好 巨爪怪本身雖然是水系啦 但是地面系能夠雙抗這個墊 所以整體來說是不怕墊系的 墊系還是單抗 那這時候我們適時的讓這個 騎士光鳥避開盔甲鳥了 然後對上巨爪怪的話就不斷的出招就好 稍微的耗磨他的血量 然後等一下再讓這個瑪麗路易上來 而且目前對方是沒有盾的 我們還有一盾 所以不用擔心我們的瑪麗路易會吃到這巨爪怪的 烏尼波 不過我們外玩家這邊是選擇把他擋下來啦 打算是讓騎士光鳥收掉這巨爪怪 OK這樣也可以 因為目前騎士光鳥血量上還很好 但是說實在瑪麗對上這個盔甲鳥啊 也不會輸啊 其實這場應該是穩妥當的 因為我們的夢幻有把整個風向給拉回來了 那騎士光鳥這邊大功告成了 這次瑪麗的配招是水炮跟冰凍光束啊 這樣配置的話算是比較穩定啦 但是如果你是遇到鏡像對決的時候 相對的就會是烈勢 然後瑪麗對上盔甲鳥 對手應該差不多啦 看來對手是放棄啦 這邊選擇一個冰凍光束就可以拿下這場勝利啦 騎士光鳥雖然本身是有剛性啦 能夠抗這個飛行 但是第二個屬性是寵啊 所以相對的平傷啊 所以遇到飛行系的時候 騎士光鳥也是有點無奈 因為大招的組合上來說 打這個飛行系相對優勢上就沒有那麼好 所以騎士光鳥遇到飛行系盡量還是跑掉比較好 好那進入第二場吧 這一場的對手是巨藻怪 再次相遇啊 騎士光鳥遇到巨藻怪上還可以啊 雖然大部分的剛性寶可夢 遇到地面系的角色都要切腳換一下 然後避開 但是騎士光鳥不同的在於 他重系能夠抗地面系 所以鋼跟蟲是平傷地面 所以遇到這種巨藻怪不用太害怕 但是巨藻怪他的出招輸入會比起騎士光鳥來的快 所以這邊先擋了他一個江湖水炮 我們的優點就在於雙被封環的攻擊 是比這個巨藻怪的泥巴射擊傷害來的高 而我們直充鑽對手的巨藻怪擋下來 可能擔心吃到直充鑽之後剩下會被我們直接磨下去啊 所以目前的盾是相同 這邊我們不擋來看一下傷害 哇好痛啊 其實光鳥在這個超級猛其實坦度變秒到那麼好 但是還是能夠扛下一個江湖水炮算是還不錯 可是因為對手的這個巨藻怪剛好不是暗影的 如果暗影的話剩下血量應該就直接被寢下去了 那我們其實光鳥瞬時的逼到了這個巨藻怪的兩盾 這邊的話選擇夢幻上來 看來是打算用暗影爪直接把他抓下去 夢幻這時候上來的話能夠在蓄氣的表現上 佔得很大的優勢啊 而且對方已經沒有盾了 假如他上來的角色沒辦法抗電的話 我們相對的夢幻就可以直接用瘋狂浮特直接讓他死 喔!竟然是盔甲鳥啊 這邊上盔甲鳥可說是非常之有勇氣啊 那當然我們也不吉不許的在虛點氣啊 因為他沒辦法出招啊 再補一個瘋狂浮特啊 對手這樣上角他最後一隻不知道是什麼 瘋狂浮特直接稍微的重傷了這盔甲鳥 然後趁他準備要出招之前我們放一個衝浪 就可以收掉盔甲鳥了 對手最後一隻是過動員啊 過動員的話本身他的小周雙倍瘋狂浮特打 我們這超能力氣是減傷的 而且我們這邊蓄氣的速度比他快 所以選擇一個瘋狂浮特 過動員中傷之後應該會牽瑪麗上來了 瑪麗上來應該可以輕鬆收下 啊 不過我們換角的時候 對手已經先出招啦 這邊小可惜 瘋狂浮特這一招的優點在於他的傷害很好 然後需求能量也低 但是放完之後會讓自己的防禦力下降 但是防禦力下降的情況下的話 對手如果打不到我們 相對的他就沒有辦法 直接收掉我們的角色 所以夢幻的時候他如果能夠不亂出招 壓掉對手 瘋狂浮特是很好用的 而且最後的對決 過動員打了這隻妖精蟹的瑪麗斯打不贏的 所以我們就收掉了這一場 其實如果能夠在騎士寡流那邊 直接逼到對手兩頓的話 夢幻上來基本就是一個優勢 會像剛剛那一局一樣 近期的超級聯盟大多的配招都是 暗影爪衝浪跟瘋狂浮特 因為其實很多地面系的角色 或者火系的角色 我們的夢幻配衝浪的時候相對的比較好用 而且衝浪本身的能量需求並沒有到太高 好這一場遇到有瑪麗拉 因為我們的首隻 昔日寡流的小招雙倍風環打瑪麗是減傷 所以換角 換夢幻上來的時候對手換嘎拉上來 嘎拉上來並沒有到優勢喔 因為我們這邊小招是暗影爪 然後大招衝浪 所以嘎拉雖然是幽靈星能夠打超能力拉 他的小招配置火焰漩渦對我們也就沒有太大的影響了 這邊反而是我們優勢了 這算是夢幻的一個特殊打法 可以看到嘎拉是完全拿不贏我們的 除非我們這邊吃到他一個大招 幽靈系的 所以我們這邊角盾 然後我們這邊出招一定比對方的嘎拉快 而且可以看到小招的話我們這邊還稍微佔優一點 接下來使用一個衝浪 這時候如果不擋的話嘎拉就得下場 這時候果然是擋了 然後這邊的話其實我們第二個衝浪也好了 這時候還來不及出招 可以看到夢幻強大的地方就在於屬性的多樣化 你以為你屬性上有優勢 但殊不知我們這邊招式反而能夠壓制你 然後對手這時候再次上來是瑪莉亞 但是我們的第二招配置了瘋狂福特 但是這對手也是知道的 所以他在我們準備使用瘋狂福特的前 看起來換過動人上來了 但過動人對於電系並沒有抗性 欸不過我們殺力量好像還好 怎麼殺力量沒有打出那麼痛的感覺 那接下來過動人上來的話 我們的這個騎士蝸牛 就可以用雙背風環直接把它傾下去 然後這邊氣氧上很滿 對抗瑪莉的話再出招 不過我們未來玩家看起來應該是切錯招啦 因為其實直衝鑽或厭反 屬性上並沒有道理的事 但是會選擇傷害量比較高的直衝鑽會比較好 但沒關係這一場應該已經大事已定了 因為後面我們還有一隻瑪莉亞 我們這邊的配置招式雖然不像對手擁有在競相對決的時候 比較好用的一個稀鬧 但是依照我們的血量上耗損 瑪莉莎已經可以贏過他的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第二下是從直衝鑽啦 然後瑪莉莎一點點血啊 剩下來就是稍微的消磨就好了 結果對手跳了 還沒看到我們第三隻角色就跳了 這就是夢幻能夠帶給我們整個戰局變化的一個影響啊 當在第二順位的時候其實你會認為超能力系然後你用鋼系來打 或者是用幽靈系來打 但其實有時候還會被他反制啊 這就是夢幻在超級魔很煩惱的地方 好我們進入下一場吧 這一場的話騎士官有遇到胖嘟嘟啊 遇到幽靈系的話我們雙倍碰來打不出傷害 選擇再次用超能力系來打幽靈系 算是一個逆天啊 胖嘟嘟其實算是我們這一隊比較難處理的啊 因為超能力系的這個 夢幻會被幽靈系壓嘛 基本的一個原則 然後除此之外 瑪莉用水炮或冰凍光束打在水系身上減傷也會的 所以這邊的話其實我們逆天的方式用夢幻去打 因為我們配置了小招暗影爪 加上我們的瘋狂浮特 如果只要電到 對手的胖嘟嘟會直接下去啊 這邊就不跟他演戲了 然後擊倒兩個瘋狂浮特第一發被對手擋住了 看一下對手要不要擋第二發 好第二發 對手還是擋了 然後這邊好像有點lag啊 對手看起來沒動 但是血量上我們這邊有扣啊 可是這時候我們來得及放瘋狂浮特 不過對手換腳了 換上七七七鳥上來 哇 對手也是在算招的 七七鳥的話因為有龍系的關係 所以是平上電啊 然後傷害也算是不錯 而且這時候放出七七鳥的話 瑪莉就可以針對了 這時候還有一盾的優勢 瑪莉只要稍微的蓄一下氣 然後放不用光束收掉 那再次上胖嘟嘟上來 就算他有一個抗性的情況 我們的角色還是能夠用大招直接把壓下去 這邊神龍猛擊是避不掉的啊 因為其實對方的旗系是比較早出來的 神龍猛擊傷害量普普 這算是一個從第一季看到 第七季的一個畫面 瑪莉對上七鳥 但是如果七鳥有盾的話 其實是能夠靠他本身的一個傷害直接把瑪莉壓下去啊 但是沒有盾的話是不可能的 因為用光束能夠雙克啊 飛行跟龍 然後胖嘟嘟一上來就直接出招啦 這邊有可能會是泡沫光線 欸結果還是暗影球 這玩家完全不打算用泡沫光線去騙盾 持續暗影球 這邊的話看起來好像還是暗影球 因為他放了一個霍不擔心之後再出招啊 然後這邊看來一定要用瑪莉直接把他啃下去啊 所以急著出招啊 水砲會被水氣減傷 但能不能靠著水砲本身的高傷害直接壓下去 這邊直接把胖嘟嘟打殘了 最後一隻角色是快懸狼 普通的快懸狼 快懸狼的話我們的這隻騎士蝸牛就沒有劣勢了 但是我們本來想放一個招之後再退場 殊之快懸狼先出招啦 快懸狼出招還是比較快一點 瑪莉其實在大招部分能量需求還是比較高啊 但是他靠著本身的抗性以及他的坦度啊 所以在超級閻盟能夠到第一季到第七季都是一個稱王的表現 然後最後的話我們選擇騎士蝸牛上來 直接一個厭煩就收掉了 整體上我們的這個夢幻是有逼迫到他的胖嘟嘟啊 所以才能把風向拉給這個瑪莉以及騎士蝸牛收掉這一場 我們進入下一場吧 夢幻這角色其實算是蠻有趣的 因為招式準很多 但是當你第一隻夢幻已經灌到滿了 然後灌到滿是40並不是50 然後第二隻的夢幻目前還在解任務啊 所以還沒有拿到異色的夢幻 希望到時候能夠開到好的 好我們進入下一場 這一場遇到嘎啦 我們的騎士蝸牛被火系雙克啊 所以一定要直接換角 再一次逆天啊 超多能力系 再一次來打幽靈 但是對手也沒跟我們人啊 他上瑪莉路一上 瑪莉路的話他這邊勢必會被我們逼到盾 所以先選擇一個瘋狂福特 一下瘋狂福特是沒有辦法收掉瑪莉的 可以看到半條多一點點 但是他如果這邊直接吃到一個瘋狂福特的話 剩下的血量我們直接用衝浪就好 就可以把他壓下去了 因為如果一直放瘋狂福特啊 防禦力下降太多啊 他等一下直接用泡沫把我們點下去就很尷尬 然後第二個衝浪對手是擋了 因為他在吃到招式的話 瑪莉就有點危險 而他擋的關係 所以我們這邊角盾其實也算是平局 可以看到夢幻在壓制瑪莉也算是不錯 尤其是對方在猜我們第一招不是瘋狂福特的情況下 吃到瘋狂福特 當場就有點危機感 好我們的第二下不用光束再次擋下來 這邊可以稍微的練一下功 練到七塊滿之後再使用衝浪 然後這邊就順時的讓我們這個騎士蝸牛避開了這個嘎拉了 後面還只瑪莉可以打火系啊 所以我們這套陣容的配置方式還不錯 因為 我們知道騎士官僚會被火雙剋嘛 其他屬性都還好 所以後面配瑪莉能夠打火 除此之外在夢幻的部分 有一個衝浪能夠壓制火系也算是不錯 然後對手上最後一隻角色是恰蕾姆 恰蕾姆的話我們就瘋狂不特持續放就好啦 目前雖然沒盾啦 但是實際上來說現在沒有到逆風啦 恰蕾姆殘血 然後我們上騎士蝸牛上來 騎士蝸牛雙被瘋狂打這恰蕾姆是會減傷的啊 所以恰蕾姆還是稍微佔優啊 不過他血量上有點低啊 而且對方並不知道我們最後一隻瑪莉啊 如果他知道最後一隻瑪莉應該要跳的 因為跟他打瑪莉相對的就是弱勢啊 頂多就用暗影之谷看能不能像對手的一個能力啊 暗影之谷傷害量沒有到很好啊 如果是配暗影球可能有機會啊 因為暗影球傷害量比較大 因為暗影之谷他的能力威力是被下修了 因為畢竟暗影之谷的效率值來講 在還沒有下修之前真的是比起暗影球好用很多啊 而且能量需求短又有效果 在下修之後很多人有把嘎拉的 幽靈系大招改成暗影球 但是這一隻是配暗影之谷 那我們的瑪莉就沒有危險 然後選擇一個水炮對手竟然沒有檔啊 看起來是放棄的啊 那最後的夏萊姆的話我們選擇一個冰凍光束 好這邊冰凍光束對手擋了 不過他的招式擋我們不痛啊 所以他也就這樣跳掉了 所以其實這套陣容在手之一到火系是有解決方式 算是還不錯蠻穩定的 所以喜歡玩夢幻的玩家可以考慮 好那我們進入下一場 這一場騎士官要遇到的是蔥油冰 蔥油冰的話 兩者應該算是普普啊 但是蔥油冰出招比較快 對手這時候立馬切成這個暴鯉龍上來 我們的未來玩家選擇夢幻上來 夢幻這時候上來的話 是否要直接用兩個瘋狂福特直接逼破呢 我們再看一下 這邊先擋了一個水流位 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夢幻 如果放瘋狂福特的話 防禦下降會有點危險 顯量上來說 然後這邊擠到了兩個瘋狂福特之後 結果是用衝浪來騙盾 看一下能不能騙到 結果騙到了 因為我們這邊首先開盾的關係 所以對方也覺得 其實平舉的盾應該是ok的 所以衝浪有逼到他的盾 這邊算是不錯 但其實衝浪的能量需求是40嘛 瘋狂福特只要45 其實差5點沒有差很多 反正如果這邊對手是沒有擋到我們衝浪的話 相對的我們的戰局會比較危險 然後第二下 衝浪打到的暴力龍傷害量沒有很好 對手是省盾的 我們真的是把盾全部繳光了 所以對方在順位上是劣勢 然後盾上是優勢 但是夢幻其實現在血量上還很多 所以等一下如果擠到兩個瘋狂福特的話 直接壓制還是蠻強的 我們物軟家這邊先選擇一個衝浪 再次衝浪 這一場是打算騙到底啊 有喔 是蛇逼到盾了 然後這邊瘋狂福特剛剛好 對方的這個衝浪兵還沒來得及出招啊 這邊一定會重傷這些衝浪兵的 瘋狂福特 哇 衝浪兵直接下去了 他剩一滴 但是他沒有直接把我們的夢幻收下去 夢幻這邊一打二啦 然後對手追一隻七七鳥看起來要跳了 因為瑪莉要上來了 好 那就收掉這場勝利了 那麼來做一下總結吧 今天夢幻的配置招式是 暗影抓衝浪以及這個瘋狂福特 整體來說是非常適用於超級一盟的對戰環境 除此之外我們今天配置的陣容是以騎士蝸牛為主 後面配置瑪莉以及夢幻 整體的用途就在於掩護我們的首隻騎士蝸牛 避免遇到火系的時候 夢幻可以上場當作一個安全牌所使用 整體隊伍的平衡性抓得非常好 對於想拿夢幻拿來對戰的玩家 不妨可以當作參考 然後最後我們再次感謝未然玩家所提供的精彩對戰影片喔 那麼本部影片就到這囉 也由於目前的對戰影片需要消耗非常多的資源 所以丹尼在這邊甄選一下影片 如果你有非常精彩的對戰陣容 或者是冷門小知識以及極限挑戰的團體戰等影片的話 可以提供給丹尼除此之外 如果你是對戰影片的話 建議是提供七場影像 讓丹尼可以進行篩選一下精彩的對戰 除此之外你要同步提供IB及角色的招式 然而玩家所提供的影片會經過篩選審核之後 成功的話會告知玩家有上片的機會 影片上傳的部分的話 之前有說是在Google雲端或者是Youtube 但是發現Youtube的畫質可能比較不太清晰 所以這邊建議統一選擇Google雲端會比較好 這邊也有附註一下要怎樣進行上傳喔 另外玩家如果從事Youtube頻道 或者是活動需要宣傳的部分也會在影片裡同步介紹 所以我們這邊就小小的招募一下囉 玩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寶可夢相關的資訊 不妨可以訂閱丹尼的Youtube頻道 或者開啟小鈴鐺 就能夠在第一時間獲得更多資訊之外 想跟丹尼有更多互動的話 也能夠加入丹尼的Youtube會員 目前有分為粉絲會員以及好友會員 福利各有所不同 玩家能依照自己的需求而選擇不同的方案 您的每一個小小支持都會化成丹尼做影片的原動力 那麼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比卡丁 比卡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